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使开发者能够利用移动端系统的这个手机的核心功能 那比如说地理定位啊 加速感应器啊 扫描二维码啊 调用照相机啊等等移动端的功能 那么FoneGap它已经提供好了 那此外呢 如果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需求 我们还可以去扩展FoneGap插件 那FoneGap呢 它的第一段代码是由苹果开发团队去开发的 因为面对这个web 对于web开发人员来说啊 Object C语言是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 而这个移动端 IOS的这个移动端开发呢 它又必须要用到这个Object C 那问题就来了 有没有一种框架可以让web开发人员去利用他们所用 所使用的这个HTMLCSS JavaScript的这个知识 仍然能够调用起来我们iPhone当中的重要的本地应用程序来去跟它进行本地的这个功能进行交互呢 那由此得来了FoneGap这款工具 这款这个开发平台 好 那在之后呢 还有FoneGap又继续支持了安卓平台 并且对于这个对对于这个框架来说是很方方便的 那么开发人员就越来越多也相一相继的支持了其他的这个开发平台 Kodawa 呢 是由FoneGap得来的 因为FoneGap呢 它贡献给了这个阿塔吉 开成为了这个开源项目 而从这个FoneGap当中抽离出来的这个核心代码 也就是FoneGap的这个核心引擎就是Kodawa 那你可以把Kodawa和FoneGap的这个关系当成 想象成类似是这个Klum浏览器和这个WebKit内核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FoneGap或者是Kodawa 那Kodawa其实就是一个这个FoneGap的核心代码 而FoneGap呢 就是Kodawa的一个前身 那本小节我们先讲到这儿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